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礼拜的股价已经东风飙上去了 但我们好奇的是它还有没有血涨的空间 所罗门股价涨这么多 可是我看它的营收就是没跟上 好 这次的一个所罗门从三月开始 一路上涨到现在两个月 从所罗门带动整体机器人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都还是盘面非常热的一个题材 但是大家还是要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现阶段所罗门它已经不是在涨基本面了 它其实在涨嘎空的一个力道 因为到昨天 昨天礼拜三为止 它的一个卷制比已经来到接近40%了 那这样的一个标准 其实它有标标准准的一个嘎空的一个力道 那这样的一个股票 其实你可以不看好它 你觉得它基本面撑不上它的一个股价 都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要继续操作一个重点 这样的一个股票你千万不要去做放空 那又话说回来 那由所罗门还是所有机器人的一个指标个股 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在它还没有转弱之前 真的还没有转弱 波段走势没有结束之前 机器人的相关个股 都还是会在台股持续性的一个上扬 但是在现阶段 很多标的 其实它都已经持续性的一个上涨 机器也跌高了 本益比也跌高了 那我给大家几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可以去选择机器人相关的一个类股 第一我们可以从基本面下去看 好第一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6188的一个广民哦 来帮我上一下字卡 来广民我们去这样去做一个比较 广民的第一季的一个EPS是0.78元 那接近是所罗门的一个 接近四倍左右的一个数字 而且它的一个毛利率 也比那个所罗门来得好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股票 而且在机器人 它本身本来跟辉达 辉达的合作就已经很久了 大概在这几 好几年前就已经 他们已经有持续性的去做一个合作 那如果你以基本面的一个角度 下去做看的话 你去寻找一些现阶段 业绩以所罗门当指标 我业绩比你好 我的毛利率也比你好 但是我现在的股价 相对于委屈于女的 我觉得这个 只要机器人这个概念股 续强 都会有一个向上比较的一个空间 而且有基本面当靠山 大家在操作起来 也会稍微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第二个选股方式 第二就是 接下来的一个 Computex的一个大展 各家厂商都一定会推出 他最强的一个产品 所以你就稍微去展场上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哪一间公司 有推出他们的一个机器人 在现场的 那样的公司 其实你看得到食品 那你在选择他们家的 一个标的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 我选的不是光光题材面的东西 我是真的有看到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选股方式 也是在下个礼拜 题材的时候可以做使用的 最后 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跟着投信的一个脚步 那其实市场上 很多转机性的一个题材 我们投资人想跟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 怎么样去寻找起的话 我们就跟着投信的脚步 去做布局 那因为投信 其实他的一个买操 其实是相当的严谨的 他们必须先要访公司 然后确立产业有成长的一个动能 然后再来写报告 然后再来主管财势之后 才会顺势去做一个开单 而且投信的一个买盘 通常都会具有一个延续的力道 我们来举两档个股来看一下 我们帮第一档我们来看一下2464的一个蒙利 然后下面帮我放投信的一个买卖超 你看那个蒙利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就是来自投信过去一个月的一个买盘 持续不断 虽然他的买超张数没有到非常多 但是你没有看到 他有任何的一个卖超的一个状况 像这样的个股 你就可以持续去做关注 然后另外一档 就是像刚刚文良老师有提到的 5371的一个中光电 中光电其实在礼拜四的时候 股价也在创一个波段高 那主要就是你看我下面 他一个投信的一个买盘 是非常的一个持续的 那以上这几个方法 就是算送给大家 如果说你现阶段 你想要去选找机器人的相关个股 第一你可以从基本面 然后以索罗门为指标 去做一些本益比跟EPS的一个对比 第二种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展场上 有没有哪一些公司 有展出机器人相关的股票 第三你就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跟着投信的一个脚步去做布局 投信的方式是最好的啦 因为展场上面已经要到 等到6月4号去了 所以想要卡位卡在前面的话 倒不如跟着法人 人家法人都已经 把我们把报告写好也挑好了 那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性 但是还是鼓励大家要多做功课 所以如果可以还是要把 这个产业基本面给拉清楚 亦或者看燕廷的古海洋版 专家们都会帮你们做详细的解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宗�IM utar